歡迎大家收看小火子頻道 剛才一路做研究 因為老闆都發現一些很驚人的訊號 就是對上兩次升完之後 小火子現在還剩下8萬元 是不是又會有回調呢 最恐怖的地方就是 對上兩次都是沒有回調 對上兩次過完ALL TIME HIGH之後 都是沒有回調的 小火子中間會去到多少位 為止停一停休息 給大家上車或者給大家 會有一個回調的情況 都是十分之累近的 亦都是說 12月可能會到10萬5元的跌提發 真的很神經病 今天跟他們說8萬元 過幾天跟他們說9萬元 下個月就是10萬元 好像很夢幻或者很crazy 但其實歷史已經出現過了 無言論是 玩過和未玩過都知道Bitcoin是這麼大的波幅 即是慘的時候很慘 升的時候又追不及 錄影時間2024年11月11日 11點 五十一分 嘩很有趣 我差點11點十一分說了 TOPIC 12月十萬元的一些印游 還有 為何這次升那麼多 很多人都會說 為何會升那麼多 追不及了 特朗普升而已 特朗普上任而已 又沒有那麼誇張 他說完都未必會實行 很多事情在之前的歷史都實行 都沒有說過 即是說說過就算了 在競選的時候 究竟今次是否這樣呢 還有呢 BTC兩個爆升原因 三大的潛在爆發點 還有呢 這幾天都有些很強勢的幣 包括是 整個市場什麼為強勢 有些升10% 或者20%就叫弱勢 升30% 為一個普通的 升什麼為強勢呢 一會兒會 可能會 會員部分再說了 還有呢 終極的賺錢 還有呢 不要氣餒 即是有些人說 我的幣不太行 這個時候 每個人都升那麼多 我的幣升了十幾20% 之前跌到全部 現在還要怎麼夠呢 一會兒講講 啊 這裏很重要 即是 每個話題講 快講 想影片短一點 也想精華一點 這條片分開 二四六八十個爆發 BTC Update 兩個爆升原因 三個爆發點 存在的 強勢幣的一些看法 以及Cedify 這個project 亦都大家要參與的 因為呢 未來的山寨季 即將到來 那十二月 昨天十一月 最重要的就是 可能說兩句 目標價 可能直接講這裏 有些人說 想聽這裏多些 但都有一個 所有的影片 都是叫做 Patreon優先 甚至讀家 還有昨天說錯了 課程其實是268 原價268 如果你有曲的話 就變成了 隨意 Patreon方面 四元一日 即將沒有 那次即將沒有 都是那句 所謂的資訊 都是在終極牛市 最值得聽的時候 去做的 哈哈 都不知怎麼形容 每日花很多時間 看這些 你覺得 是否最重要 幫不幫到大家賺錢 如果你說終極牛市 十幾十萬的 那些山寨季 可能會更加驚人 希望能認識好的山寨 一會兒再說 還有 入市位是多少 還沒有入市階段 下一個停頓 某個位置 屬於Aptos Base的細幣 都要留意 這些鏈上面的 project 下面的protocol 都升得超厲害 大家一定要留意 還有 等它回帖的時候 都要入 隨便入一些都可以 入最大的TVL都可以考慮 一會兒再說 第一部分 BTC的技術分析 已經完全失效了 BTC的RSI MACD MACD是可以的 但這個叫做 RSI 已經升完海再升 已經三次了 但也不要掉以輕心 現在告一次 即告到六萬八七萬元 就一次超賣了 兩次超賣 三次超賣了 但少了之後 超賣多少次 為之 會危機呢 對上一次兩萬多元 升上的七萬元 是測試了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之後呢 才有回調的 再一次 這個位置 RSI 到了這個 兩萬元 但這個位置 一次兩次 三次 四次 當這次五次 才到頂 所以現在有點失效 但不要少看RSI MACD 不要少看 因為三入圖 是像樣的 雖然RSI 好像不能預測到頂 但 MACD仍然可以 當小亡交叉 出現 就是一個終極危險期 我會把這個 叫做 離場的十八個指標 放在課程中 讓大家 好好溫習一下 最重要的是 現在仍然是 在黃金交叉 裡面 所以 升完可以再升 而且 現在很強的地方 就是 那次流動性下跌 那次 流動性不英俊 都做到這個情況 你就知道 這件事 由什麼所 Drift Fund Drift Fund 就是所推動 完全不是因為錢 之前我就說 錢是一切 但如果那件事 有一些 名人加持 國家級加持 就不是這樣說 就是說 全世界香港沒有銀 但如果有人說 我們 Elon Musk 來香港 製造一個基金 你就說 糟了沒有錢 也要借回來買這個基金 實在炸 很厲害 類似於這樣 就是說 全世界沒有什麼流動性 資金上升 甚至沒有聯儲 都說減息 都沒有印縮表 沒有礦表 沒有印錢 都有這樣的象徵 如果到時候礦表 或者叫做 夏天減多兩三次來的時候 那個情況 會大大的crazy 比上兩次的 叫做 規模更大的 那個牛市 所以 RSI失效期 但是 失效期大概 不要掉以輕心 現在三次了 四至五次 就很危險了 即是碰完頂 再碰頂 或者甚至有個逆向 有沒有看到 就是RSI這裡 什麼而言之 逆向就是 現在正向的 如果這裡繼續升 如果這個RSI一直跌 就非常危險 就好像上次牛市 有沒有看到 這個一直跌很危險 RSI不停升 就是危險狀況 現在沒有這個狀況出現 現在仍然都是一齊同步進行 同時間 這個掛礦成本 都是在做八萬三的 八萬三和八萬一 已經沒有差距了 小火字 沒有差距就是代表 最後階段 我一次 當藍色線碰到黃色線 再等到大概 我遲些會出條片 放在課程裡面 大概這個位置 我大概 這個位置三月 那麼大概 三月之後 黃色完全突破了藍色之後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一年之後 一年戰爭 很好笑 零零七九 就是這輪 師傅 你剛剛說 比例是零點三四 我會一直捕捉著 那個 留意著 那個滑礦成本 而且滑礦成本 會微微向上 小火字會微微向上 微微向上 就是什麼暗時 微微向上 就是說代表 如果去到中極牛市 比例是一 如果中極牛市是零點五 同時 你的滑礦成本又高了 你的高頂的跪跡也會升 我計算了 到十二個月 正正 我之前所說 如果我們今次 過幾天就碰到了 十一月中 碰了這個交叉 然後 往來這個藍色線之後 一年之後 就是十一月十五日 剛才所說的 九至十個月 所以 可能九月 至十一月之間 就一個叫做高點了 大致上 兩次歷史都差不多 很瘋狂 究竟今次會不會呢 今次會更瘋狂 就是 最瘋狂的就是 第一次 未必準備得到 第二次 也很類似 第三次 全世界都知道 這件事究竟會變成了 那件事已經全世界通天了 究竟會不會一起走 還是一起出 還是 大家下國懷鬼胎 提早走老 那怎麼不知道 但是那個成本 今天是八萬元 如果到時是0.4 就是二十萬 如果0.5 就是十六萬 如果到時的成本 升到九萬 如此類推 那最後 如果升到十萬元的成本 最後終極的頂 是0.4 即是0.4 一挖出來 就大約一半多一點 大約是二十五萬 那自演解之前說 十五萬 就比較保守 做人不要這麼貪婪 都是一個十五萬 開始走老的時間 都是未尚不可的 這次可能要遲一點走 因為呢 國家給加持 因為國家做事很頓 即是不像我跟你 按個按鈕 申請帳戶 好 立即買了 國家又要通過什麼法案 問過什麼領導人 然後呢 又要投票 又要BLA 就算美國買了 你想跟隨 你也要一段時間 甚至乎呢 你連計 所以可能後面呢 一直都有一些餘力 其他國家開始加入 這裏不多說了 兩大爆聲的原因 不用說了 循環到 循環超容易理解 就是呢 好笑到 我每次說這裏都說得很好笑 人生滿希望 四年升一次沒有窮人 好好笑 全香港的1% 我好像全部朋友都沒有玩 原來 我留意到最後一位朋友呢 我昨天發了一些Bitcoin資訊給他 又發了一大堆的 那些 他移民了 發了一大堆移民的影片給他看 他也沒有留意 可能他也已經脫離了Bitcoin的行列 也沒有頂 他只會說 現在香港怎樣怎樣 英國怎樣怎樣 所以 四年升一次好好賺 真的很好笑的 不是很好賺 很好笑 這麼容易 沒有窮人 投資 make easy 就是這麼 easy 但做到的人 是零 可能只有Michael Saylor 是這麼 crazy 每天都被人笑到面黃 你應該要 大家要討回 薩爾亞多總統的一個公道 沒有人出來說 我支持他 做人做到這樣 成功到這樣 你也沒有人稱讚他 我覺得你說 什麼博得 你至少肯博 不知道是不是叫做有遠見 但是 肯博成功了 你應該給他一個like 薩爾亞多 甚至其他加密貨幣支持者 你給他一個like 他經常笑他 比特幣歸零 那時候 不說那麼多 這裡一直走 走回 那個中極高點 大概走到 225日 那就算過了 就是下年的2025年 9月28日 算過了 總之大致上 但是中間也不是一條線上 中間跌這個位置 現在位置來了 只要知道 什麼時候會插 噔噔噔噔 這個就是205日 240日插 然後再走一個月才插 你沒有聽錯 一會兒會說的 那策略來說 一定是一個最大的推動 同時就是特朗普勝任 再加上 勝任了也沒什麼用 對 對上一次 其實他勝任了 都很多政策甩底 你知道嗎 這裡有寫的 政策甩底 跳票慣返 就是答應了競選